大家好,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呢,就是很尴尬啊,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呢,自己闻不到自己有口臭的,可是一戴上口罩才发现啊,有时候呢,可能是没有休息好,还是什么原因啊,有时候真的是有口臭,也不能说臭吧,是异味吧。 但是,有的朋友呢,那个口臭真的是很严重的,可是这种东西又不能提醒,怎么提醒啊,你告诉人家,你那个有口臭,好像挺尴尬的啊,也不能去说呀。 你说如果是单纯的,口腔出现问题吧,还好说,吃一个如果说是牙齿的问题,或口腔问题,吃个药就解决了。 有时候呢,我会用这种漱口水,我觉得还可以,可是你说如果说是身体的原因,不是你口腔问题,是你肠胃反上来的味道,怎么办? 很尴尬,又不能去跟朋友们去说,我觉得反正是有的人,真的是口气很严重的。 嗯,因为自己原来有吧,也不知道,现在不是戴口罩了吗?就知道了。 所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,是让我吃这种,吃这种药,是一种酵素,是一种酵素,呃,吃了酵果还挺挺事儿的,三天就能见到酵果了,一片两粒。 所以说效果还是挺明显的,就是说,你有口臭呢,没有问题,我的属于是,还不是我不属于口臭的, 所以我吃,一天吃了一粒就行,他告诉我,如果说口气严重的,你吃两粒,口气不严重的,就吃一粒就可以。 那个工作中呢,真的遇到人,有的是口气很大的,但是真的不好意思跟人家别人去说这个问题。 现在可能一戴口罩,大家也都知道自己有没有口臭了吧,不戴口罩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感觉, 这戴上口罩以后,真的是很明显的,很尴尬呀,这种问题又不能去说。 所以说,现在戴着口罩了,大家如果说知道自己有口气的话呢, 去药房,买这种那种酵素,你去问一下那个医生,医生就会告诉你的, 买酵素就可以,吃了以后效果真的是很好,很好的,效果很严重的, 你吃两片,三片也就见笑了,我可不是打广告的啊,别觉得我是打广告的, 如果说不严重的啊,吃一片,三天也没有口臭了, 如果说真是口腔问题呢,那你就赶紧去医院, 该看看该治治了,口腔亏痒啊,好治, 你要是牙齿的问题呢,那就赶紧去看牙医就行了, 别让这种口臭呢,影响到我们的社交, 口臭是真的很影响社交的, 像我这个岁数大了,可能还好点吧,再说脸皮也厚了, 但是你要是年轻人的话,这是很尴尬的吧, 你说你处在搞对象的时候,一开口啊,把对方熏跑了, 年轻人如果有口臭的话呢,赶紧去药房买药去, 这个东西药房是有卖的,虽然贵点吧, 但是对自己的身体呢,是很好的, 不管是,不管是男孩子,还是女孩子, 你说你遇上你特别喜欢的一个人, 因为口臭给吹了, 多遗憾呢, 如果有口臭,赶紧去买药吧, 千万别影响我们的社交, 别影响我们的好姻缘, 好, 谢谢大家,我们下期再见,